國際動態 我們先帶你到美國的德州 來看有一名女子的 在搭飛機的時候呢 她居然跟一名男乘客發生了衝突 在衝突過後呢 她就被機組人員要求麻煩先下飛機 但是沒想到她就開始反抗了 而且反抗的行徑之誇張 被其他的乘客用手機拍了下來 而相關的畫面也在網路上瘋傳 這名女子她其實一開始 是對著一名男子大吼大叫 也就是您畫面上正在看的 而且呢還威脅說要揍扁對方 後來呢 原警趕到場之後 她甚至還用指甲抓上原警 甚至還咬人 最後是在四名警察的行動之下 才終於把她給帶下飛機